單元6 所以再來我們就往前推進 就是P字查詢部分 所以程式碼、範例檔 其實在這邊你可以自己再把它下載下來 或者是從那個範例檔裡面也可以 其實你也可以用問題005裡面的範例來做練習 其實差別的地方就是比數 像好像問題06的比數只有64比比較少 因為會怕跑太久 不過現在電腦因為都跑很快 所以比較沒這個問題 你也可以直接從問題05部分的直接做練習 那這第1個 那另外我們每次上課的東西 都會放論壇 所以一樣 基本上 所以如果你對於上今天的部分比較不熟悉 建議 上一次上課的再回顧一下 其實像我每次也會稍微看一下 像觀看的次數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 這個 甚至那個什麼 go.gl 這個點擊次數 其實也是一個觀察的重點 其實這也是一種 你要分析 同學學習的情況的一種 我是覺得也不錯的一種 方式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 到底你的使用者端到底有沒有真的做一些 可能你做的事情到底有沒有 發生效用的話 其實你要用一些方法 像雲端這些工具 就是可以 達到我們要的這種 這種作用 回去的話 可以再把那個 如果你假設不熟的話 那我現在 這一 這一年的那個 影片 跟以前不一樣 就是多了一個什麼 多了我 把我自己給錄進去了 所以會變成 我在這邊 有沒有差別 有差嗎 有看到人跟沒看到人 感覺不一樣 真的嗎 差很多嗎 比較好 感覺要親切一點 唉唷 比較像真實有 比較有那個情境出來 之前有同學反映說 本來之前錄影是沒有把自己錄進去 因為我也不想要讓自己 變得太紅 因為放在網路上面 以後你出去 人家一看 我知道你是誰 就會看到 好像 對啊 就會 現在有個專業名詞 就網紅 當然我 跟那個網紅 又不太一樣 所以 這個當然 OK 其實我也很 一直很希望把這個 鏡頭看能不能把他加 因為這鏡頭有點霧霧的 不過不是很清晰吧 不過本來我就不想很清晰 因為太清楚 不好 是盡量讓他霧化一點點 我想把他有點 蛤 真的有一個 那個 YouTuber YouTuber 就是 他是戴一個鬍子的 八哥有沒有看過一個叫什麼 窘心人的吧 網路上窘 那個窘有沒有 窘心人 有的同學知道 他也是個YouTuber 而且他的那個 訂閱人數還真的蠻多的 他就是 臉上戴一個那個涼撇鬍子的一個女生 還蠻有趣的 窘心 窘那個是 很窘的窘 那個窘怎麼寫 窘心人 OK 好 這個當然 額外在 補充 剛剛講的 P字查詢 主要是從那個 單元6 我們其實主要是從 單元5 裡面的那個什麼 單元5裡面的單字查詢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單元5的 那個 第一個 就是前面的部分 往下卷動 如果我希望做出來的效果 類似像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我先demo一下 就是剛剛講的建立一個清單 然後最後的話 建立一個什麼 拉錯了 應該是用這個 因為你用下面那個也可以只是比較麻煩 那我這邊有個P字篩選業務 如果你要做出來的效果類似像這樣 就是P字篩選業務好了 那我們第一個一定要有個清單 清單範圍在這裡 2到7 那我希望一鍵完成 所有的動作的話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這邊 這個還沒寫 先把它註解掉 Core P字篩選工作表 我這邊還沒打 OK沒關係 先把它註解掉 待會再來打 那一鍵完成之後你會發現 清單的後面 就會自動把菜頭小蜜 一直到搖搖 分別幫我怎麼樣 全部都建立起來 這個叫 P字的篩選 P字篩選的話怎麼建立 第一個 依我們一樣 這個 這個又 剛剛漏掉這個 要把它 按右鍵 這邊有個摘要資訊 不然它會變一條線 OK 第一個的話呢 當然我們跟前面一樣 我們先 在模組裡面 插入一個 叫P字篩選業務 的一個 Sub 那裡面的話 中間部分的話 我是先利用什麼 利用之前我們在 單元5的這個好了 直接中間這一段 直接拿來 就是Sub中間 Sub到EnterSub中間 Ctrl C Ctrl C之後把它Ctrl V 這個是單次的 所以你要記得 1先貼上 2的話呢 你要把 X後面 不是放Input Bar 而是放我們抓的東西 所以我們抓的東西 在上面Enter幾下 我們就找 For 我要抓什麼呢 抓清單裡面的資料 所以 假設你切到清單裡面 那你可以講 For I 等於 第2列 到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我們用Range 偵測好了 Range 的什麼呢 Range的 A2 向下追蹤 這個已經寫很多了 其實打熟了之後 應該這個就很快了 但剛開始我想你可能會卡半天 最後還是 大部分同學還是用複字貼上的 OK 再來的話呢 我抓到之後呢 那我應該會需要什麼 抓到 這個東西 取代 這個東西 所以那個X 什麼 等於什麼呢 就不是從Input Bar 而是從什麼呢 從 這個裡面的第幾列呢 Sales 瓜糊 第幾列呢 I列 A欄 A欄 對不對 這個應該前面都寫過啦 好 這樣子不就取代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 X這個地方可以嗎 Delete掉了 對不對 然後呢 再把 中間的 這個剛剛貼上的東西 搬到 這個中間 記得 應該看得懂 怎麼搬吧 就是把這一串有沒有 直接就 丟到 這個裡面就可以了 OK 沒問題 那我的習慣是用拉的不要按Ctrl鍵 把他拉到這邊來 但是他的縮排不對 選他這個範圍 按個Tab鍵 按兩下吧 OK 反正讓他縮排進去 OK了 然後呢 接下來 OK呢 這個 所以你可以再順一下 這個給他 這個就去查 查完之後這個更改名稱 然後換下一個 直到沒有為止 不過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因為你現在的 資料是來自於 清單 而不是來自於問題05 所以呢 這個地方會牽涉到 跨工作表 的問題 所以請記得 如果你的工作表位置 不是在 你剛開始的位置的話 記得在這邊加一個 就是 Range 還有Sales的前面 告訴他是哪一個工作表的範圍 哪一個工作表的儲存格 所以請你在這個前面 加一個 刮壺 哪一個 所以這邊打一個清單 在清單的那一個工作表裡面 點 有沒有這樣 應該可以看得懂吧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的資料喔 這個範圍喔 是在清單裡面 那Sales也要 所以這邊把他在拖拉按Ctrl鍵 複製一個 這邊要 這邊也要 只要有Range的地方 只要Sales的地方 通通都是在清單裡面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的話 他會抓錯 那個 來源資料 應該看得懂了 只是觀念問題 好 改完了 改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跑跑看 OK 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就是從單次 變為P次 我主要其實就是打回圈 這一行 跟打那個 Info Box改 其他沒改 OK 還有最後加這個 工作表 那當然如果你要執行的時候 如果你擔心有錯的話 第一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先切回 問題05 所以一般 如果你擔心他沒切回去的話 你還可以在上面 我們前面有講過 你可以先加一個保險 Sales 哪一個呢 Sales的 乾脆打個1 就可以了 或者問題05 先 點Sales 因為有時候你的 游標 不在什麼 不在那個 就是第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像我們現在在清單 就會可能會出錯 所以 先怎麼樣 把它切到第一個 OK 這個是加一個保險 如果不加也可以啦 只是說怕說 你的游標 不在第一個 那再來的話呢 For i 等於2 所以第2個 這個地方會抓到什麼 2 然後清單裡面的資料的話 就是 這邊抓回來應該是7 是抓 清單裡面的 現在看不到 然後先抓第1個回來看看 裡面是什麼呢 就是把 菜頭抓回來 有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就不是你用input bus 而是他自動抓 然後 這樣子 一樣 這地方都一樣 菜頭建立的貼上了 然後一樣這個地方 然後換下一個 菜頭建立好之後換下一個 下一個是小咪 所以底下都一樣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喔 他會怎麼樣 一直閃動 然後一直幫你建 建完之後呢 一樣會切回到 第1個 有沒有切回到第1個 有第1個切回 那可是問題 你做完之後的話 當然喔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把菜頭到 瑤瑤的資料全部建立完了 實際上沒改什麼啦 但是呢 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在 再一次 再查的時候 會有個問題 如果你再查 舊的資料在啦 不過我們這邊沒有房呆 所以 接下來可能 你要先什麼 在查之前 要先把 舊的全部刪掉 那如果等一下 可能要先寫一個 全部刪掉 這些 因為我只要留兩個 如果再查的話 那如何批次的把 多餘的全部刪掉 這個等一下再來看喔 請各位先試著喔 把那個 之前寫過的 單次查詢 就是在 單元05裡面 這個應該 最早 我們在 單元05裡面的那個 單次查詢裡面 複製 貼到那個 P次篩選裡面 外面包一個回圈 然後把資料丟給 修改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單次改為 P次的喔